低速拥堵的路段容易造成驾驶员疲惫 而本车的交通拥堵辅助系统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负担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方式吧 当您身处拥堵的交通中 TJA交通拥堵辅助系统 可以让车辆保持在探测到的车道线之间 如果配合带LSF的ACC主动巡航控制系统 可以减轻您的驾驶负担 要使用TJA交通拥堵辅助系统 首先要开启LKAS系统 当您看到仪表盘中出现白色鼠标 就说明系统已经打开了 LKAS系统打开后 如果您以0至70公里每小时之间的车速行驶在直到 或稍微弯曲的道路上时 车辆探测到两侧的车道线 且您正握着方向盘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就会激活 如果您要取消交通拥堵辅助系统 按下LKAS按钮就可以了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能在行驶中为我们提供帮助 但要注意了 它不是自动驾驶系统 因此道路检测 行驶安全始终需要您的注意和控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